徐老板装修店铺时买了一批板材 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纳了闷 这样的板材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徐老板的店在杭州渔航人和街道方正国际这里 正在装修 板材里面有水泥还有钉子 我切了几块就切这么多 你给我买多少这样的板材 我买了几十张 包括这个板都是从那边买的 买很多的买了三个 有这个问题的有多少块 这个有问题我退了37块 剩余这些的裁开的我们留下退不了的 他说裁开的不退不了的呢 这都是水泥呢 徐老板介绍 这种板材是祖然板 每一块有一张席子那么大 裁开好几块之后发现 板材里面掺杂着水泥块和钉子 是不是水泥 这次可以打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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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板从已经切开的板材边缘里 抠出好几个水泥块 其中还有一块板材 水泥块是镶嵌在板材里的 没有特殊工具 估计还扣不出来 徐老板手机拍的照片显示 板材里面还有钉子 他板已经退回去了 还没结账 这种板材要来做什么的 这个我是做窗帘盒的 窗帘盒 对 现在这个样子能用吗 还有那个钉子 钉子也有的 假如说人家木工不小心 如果说尬了尬到眼睛上 这个后果很严重的 那你现在的数据有什么 我诉求 他这个厂呢 肯定是不合法的 他这个不规格 对不对 他这个里面都是水泥啊 徐老板店里其他的板材上都印着品牌名 但是这批板材连牌子都没有 他随手一撕就像纸糊的一样能撕下来 撕下来给他 徐老板把那块中间镶嵌了水泥块的板材放在车上 带记者到了方正国际附近的一家店 他说这批板材就是在这里买的 记者发现这家店门头上写着千年洲建材家居 还挂着一块牌子 写着杭州彩琴建筑装潢商行 老板娘你看看这个是什么里面的板 我不知道 那老板呢 老板出去了 您看一下他这个板他说有问题啊 老板娘 您看一下这个板 老板娘一边打电话一边走开了 徐老板手里有外甥发给他的一张照片 是一份手写的材料清单 最上面写着千年洲建材簿 其中组燃板有两种 90元一张的共有50张 70元一张的共有20张 加上其他板材 总金额是27,275元 是我说我外甥发的我买的 买的这个的是厂家的代理商 这个单子给老板娘看过没吃钱 来找过他们没有 来找过来 那我的板子剩余的板子退回来37 就是这个老板拿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这个不知道的 我出买 上次谈的时刻也在的 老板退货也退在这里的 我也不知道 老板去拿的对不对 那老板娘这个木板是不是 你们这里买的你应该知道吧 我不知道 那这种板你们这里有没有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是老板娘 我老板娘我不管人家这种事 甩手转怪 甩手转怪了 要做甩手转怪才好 那么这批板材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是什么牌子的 记者请徐老板联系了他的外甥 当时你买了这个板材 他们也没给你开一张单 除了手写的那个之外 你有他们的那个名字啊 还有那个盖有他们张的那个 有没有一个单子给你啊 没有盖张 他的门头上写的什么 门头上写的什么 我都没去过店里 我哪知道门头上写的啥 徐老板说这批有问题的板材是外甥帮他买的 店里的老板娘一问三不知 更令人惊奇的是 现场联系了徐老板的外甥 他居然说这家店从来没来过 这中间难道另有隐情 徐老板的外甥说 自己没有来过退货的这家店 那么付款记录总有吧 转账吗 你把那个转账记录发过来啊 外甥给徐老板转来一张图片 不过不是转账记录 而是一张千年周的销售单 商品名称是千年周的主龙和富龙 应该指的是吊顶的龙骨 客户地址是方正国际 客户联系人手机号码尾号是1678 这个手机是谁呢 客户联系人 联系人 是你还是我外甥 后面我 1678 尾号1678 1678应该不是我的 是我外甥 那我先合适这一点 不是我 那你不用说了 老板娘 老板娘 那你是老板的 老板娘 老板娘 老板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店里 记得注意到 店招上留的手机号码尾号也是1678 跟销售单上完全一致 但店里已经没人 徐老板的外甥又挂断了电话 记得陪徐老板赶到了杭州渔航人和市场监管所 徐老板把那块镶嵌了水泥块的板材也带来了 市场监管人员一看 销售单上写的是龙骨 但徐老板反映的是祖然板有问题 对不上号 徐老板又多次拨打外甥电话 终于通了 不是千年洲呀 那为什么销售单上是千年洲呢 千年洲 这个 这个是千年洲的单子 这个是青钢龙骨材料 是那个吊饼用的龙骨材料 不是这个 有问题是这个板子 不是的 外甥帮徐老板买的板材还挺多 他说自己可能发错了单子 你这个钱是不给的谁 不给何老板啊 那你那个转账记录为什么不肯发过来啊 转账记录我来发啊 我在电脑里面啊 徐老板一听 老板的姓都对不上了 一个姓孟 怎么会 他是亲戚 不是 我是通过何老板的弟弟认识 何老板买了材料 然后那个孟老板是这个何老板的亲戚 他们在一起开店的 送材料是孟老板送的 徐老板的外甥发来了付款电子回单的照片 显示收款方是杭州渔航街道一家材料商行 金额是22,628元 再来看此前外甥发来的手写清单 显示总金额是27,275元 这两笔金额相差了5000多 看钱对不对 钱不去管它 我就主要是材料 对不对呢 对不对 那这我外甥也有就不说了 就是主要我就说这个板 那这个为什么写的又是 收款方是那个 怎么变成一个宇航区宇航街道 徐老板外甥说板材是问一位何老板买的 但徐老板说送来板材的是一位孟老板 而且两家店一家在宇航街道 另一家在仁河街道 情况越发扑朔迷离 他外甥也不再接电话了 那这个板材就暂时放到你们这里啊 可以 然后那个 其实我们明天再来一趟估计啊 好好好 那到时你们去查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资料问题 诸多疑点不问清楚 让人心里堵得慌 众所周知 我们腰包黄剑的记者都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 于是记者又杀了个回马枪 记者再次赶回那家杭州彩琴建筑装潢商行 发现老板娘已经回到店里了 你身上甩手掌管当时有的情况 我甩手掌管 你老公姓什么 我老公姓孟 记者发了短信 给店招上尾号为1678的号码 关于徐师傅买的板材问题 希望听听对方的说法 你按人的电话没错吧 对的 我已经发短信给他了 之后 孟老板给记者回了电话 听着火气不小 现在你们1818黄剑我不是说最起码要来之前的话 他是最最报道最发 孟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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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不搞清楚情况的话 我不会两度到你店里来 对不对 这个货是鑫河的 他外産跟鑫河的买的 因为他在 因为他在我附近 因为我跟鑫河的是大家都开店的嘛 鑫河的这个店在哪里 孟老板介绍 货是何老板的 他不过在中间帮了个忙 转了一手 这事跟自己没关系 那你帮你这个鑫河的朋友你中间有没有赚点差价 差价不差价的话 这我无法提供 因为这个都做生意没有亏本做的 那你也是从中获益的咯 不是获益点 我的价格 我们大家都是开店的 价格很透明的 那这个出名 你也是这个买卖上的一个环节 你不能说你跟这个事情没关系 不过记者还是想跟孟老板再多说几句 比如送货的是他 接收了37张板材退货的也是他 孟老板我想问一下 你也看过这个板材 你认为有没有问题 我说那整个板材 现在的话 本身大批量的人家在工地上做 我说的是本身这个板材是旧料翻新的 这个市场上你要去看一下 每个市场都有 是旧料翻新的是吧 对 这个板材是品牌是什么 因为相对讲的话 这是旧料新翻新的 我们是不期认他牌子 本身是他的东西对不对 因为我们假如说卖给他 我假如说卖给他一百多块 我杀他的猪了对不对 我是卖给新盒的 大家都开店的 因为对多相对讲的话 运费的差价 我没这些我真的冤枉呀 孟老板介绍 有品牌的阻染板 批发至少得120元一张 那张手写的清单上注明 每张阻染板是70元或90元一张 应该要买这个板用的人记不清楚的 他是建筑模板 模板的废料吧 徐老板外省发来的手写清单 显示总金额是27275元 之后发来的付款电子回单显示 实际支付金额是22628元 中间相差了5000多块钱 孟老板一手 何老板一手 外省又一手 经过了三道中间商 要买好材料 估计钱就不太够了 揭稿前 徐老板给记者来电 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问你你当时委托你外省帮你买的是新料还是废料 买的是新料 你给他的钱是新料的钱吗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给你买回来的最后是 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里面有水泥的 那目前有水泥的已经退了30多了是吧 退了37块 还有这几块没退了是吧 还有这三的就没退了 那你现在的数据到底是什么 我再问一句 现在就不要播放了 他也批地到线了 都是做生意的 我也做生意 他也做生意的 放任意马吧 记者拒绝了徐老板的要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